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有趣的日語單字的其中一個字叫做諦める 諦める重音是如果你有背過這個單字的話 很多人把這個字翻譯成放棄 其實這個字跟放棄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放棄是消極的 可是其實這個字是積極的意思 來我們看一下 好 放棄在日文當中其實叫做放棄する 可是你會發覺這個是寫地 真地的地 它跟放棄其實雖然翻成中文好像是放棄 其實它背後隱藏的意思是不一樣的 來我們看一下諦める 在日文當中它怎麼解釋 它說第一個 物事物的斷裏をはっきりした上で その斷裏に合わない事を捨て去 就是在你了解事情的真理之後 了解之後覺得不合理的事情把它丟掉 不合理的把它丟掉 不是放棄 是我覺得這個不可能 不合理 與我不合 我把它放棄的意思 再來第二個 限界を悟り 斷念する 所以你知道你覺悟了 你領悟到你的極限 那你就放棄它 這種放棄 所以其實它翻成中文 翻成台語 我們說看破 跨破 或是窄心 跨破 或窄心 可是在日文當中它是積極的 就是說這一項我沒辦法 好 那我放棄 我趕快去做另外一項的意思 可是如果單純翻譯成中文的放棄 就是說我不想做了 也許是你應該做 但是你不想做 但日文不是 日文是你覺得你做不到的 或是這個是你的夢想 那你的夢想你覺得這不可能 這是我的極限的 這不是義務 這是我的極限的 我把它放棄 這種放棄叫做 諦める 所以你了解到事情的真諦之後 所做的選擇叫做諦める 不是單純的放棄 好 OK 那我們今天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如果以後你看到台語 看這個跨破 或是窄心 你要翻成日文的時候 你就把它翻譯成諦める 那如果你是單純放棄有沒有 我放棄自己 放棄未來 放棄理想那一種 那個叫做放棄する 那個跟諦める其實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OK 好 那今天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謝謝 我盡力的話也看一下 你的臉書 我盡力考學 xus這一點 盡力